監視器畫面拍下 一輛黑色轎車才剛經過路口 硬生生的插撞停在路旁的轎車 但駕駛不但沒停下 反而繼續往前開 發生在8號晚間6點多 高雄遠景接獲民眾報案 有一輛自小客車碰撞後逃逸 經過遠景調查 這名39歲的王姓駕駛 先是插撞一輛自小客車 再撞到一旁的兩名機車騎士 接著又波及到路邊三輛汽車 前前後後一共造成6台起機車毀損 經警方九策各駕駛均無酒駕情形 後王楠向警方坦承 其餘事前剛吸完毒品K他命 警方亦在王楠車上查獲K他命 原來這名男子因為吸毒上路 精神恍惚才會釀成意外 還好整起事件 只有一名女性首部輕微擦措傷 警方事後將男子 以公共危險罪送地檢署偵辦 事後的車輛賠償責任 恐怕也讓男子荷包大實